1931年9月18日22时 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守在沈阳的北大营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88年后的今天 2019年9月18日 在当年的事发地沈阳 举行了壮中民警活动 以此来警示世人勿忘918国耻 当日上午8时30分许 来自社会各界人士 人民群众抗战老战士 抗战烈士家属等 齐聚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杯广场前 来亲身纪念这一难忘时刻 9时12分许 活动正式开始 在奏唱国歌之后 9时18分 壮中手敲响警示中14下 沈阳市防空警报在全城鸣响 沈阳城区内主干道上行驶的 机动车辆一律停驶鸣笛 拍照 3分许 5分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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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 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守在沈阳的北大营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日军在短短4个多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 3000多万东北同胞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抵抗之路 自1999年以来 沈阳市已连续20年举行壮中民警活动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后人来缅怀先烈 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真是和平 基本上来了大概有4年了吧 每年都是觉得这个仪式特别庄重 我认为在这儿感受这样一个庄严的 这个氛围 然后对大学生来说是一次特别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学生们以后的这个成长来说 可能是一次比较好的经历 然后让他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所以说那个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来说 可能会有留下一次深刻的印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次本集完 这次本集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